我們的王穎朱笑天 超哈這一雙 你知道為什麼他 而且你知道為什麼他是我們第一代成員對不對 你知道為什麼他後來都不上了嗎 為什麼 他請不動 他通告費太貴 對 他媽五萬塊是誰啊 必須的啊 人家F4 五萬塊已經有點打折了 我們三個加起來都領不到五萬 對 一個人跟我說要領五萬 可是他已經有打折了 我們就來吃一個雞腿便當 真的 好 那所以今天 你知道就是我們要求我們的小朋友 看我聊說你都要聊 好 嗨 我是阿元 我是阿倫 阿倫耶 重量級來賓 王穎中年第一代成員 王穎朱笑天 我們今天就是NB的開箱系列 那為什麼今天會請到阿倫來跟我們一起開箱這個鞋款呢 因為他就是鞋子本身的主人 而且堅持要上 他說太久沒有上來了 粉絲交往 粉絲有交往 粉絲有交往 也是有粉絲留言沒有錯 我們今天開箱的鞋款呢就是 算是今年呢 重磅的復刻鞋款 那很多鞋名呢 也相信也是等了很久了 等了一整年 990 V3 如果你說我買 沒有錯我就是跟風 現在NB3那麼紅 我就是要來一雙 大家是跟你的風吧 你是NB阿元 這個一年前就在等了 對不對 我跟他的風 V3好那我也要來一雙 真的真的等很久了 其實當時拿到真的很開心 製作人還拿手機直接錄 我開箱我反應 然後我那時候 還在看別人實況 我想說是怎樣 對然後我轉過去 蛤真的假的 V3到了 法治 法治內心的 直接超新的 因為其實你們買鞋 如果一直都有在買鞋的情況的話 其實對一雙鞋子的那個興奮度 跟期待度沒有 不會到那麼高亢 其實還是會有 以對我來說 因為我是等了將近兩年 然後一看到他 幹 裝進來 高掃 像我們一直有在買鞋的話 三千塊的 鞋子到了 四千塊的 一萬塊 可能是以價錢 對 兩萬二大部分會 什麼 我打卡 我們製作人的那雙V3 就是我一直都在看 開的時候 我就覺得 顏色是不是淺了一點 因為今年發售的V3 它後面的型號 好像有跟之前的不一樣 好像都是型號都變成GY 也不是只有V3 可能包括今年 重新發售的V2什麼的 因為它型號有改 所以顏色上 不太確定到底是有沒有改 顏色看起來 還是蠻標準的原主味 這很漂亮 有點像那個VS1 冷灰那麼 一麥麥 不像VS1變那麼多 一麥麥 對 對 因為V3的話 最經典就是一兩個地方 魚鱗狀的鞋舌部分 一樣是保留住了 腳後跟的這個 對 有個點綴一個紅色的LOGO 其他鞋款 酒系列也大部分沒有 它後面這個 Made in USA 是潮鞋 對我記得其他的好像沒有 V3還有一個最特別的地方 就是 因為我們之前也有提過 就是它鞋底的這個 Cabon 碳纖維的部分 那我問你 這個的用意是什麼 沒有沒有沒有 搞到了 如果不知道就算了 搞到了 剪掉好了 剪掉好了 剪掉 剪掉了 我們以Rebug Pump來講的話 它算是一種固定 Pump 有一種支撐的意思 對 因為Rebug Pump也有 它也有一塊Cabon 然後Jodans一帶也有 對 它就是有點固定 讓底部更加堅固之類的 黑色 人多手砸啦 按照慣例嘛 就是除了原祖灰之外 那也還出了黑色跟深藍 那如果兩個色比較起來的話 阿遠你比較喜歡哪一個色 當然還是灰色 還是灰色 當然還是灰色 因為NB的灰真的 我覺得真的算很 很特別的一個存在 真的是很有NB特殊的 的這種老味道 對 那可能因為我們本身年輕也有了嘛 以如果一般男生啊 以球鞋穿搭搭配好搭性來說的話 黑色當然也會是很多男生的數學 因為畢竟百搭嘛 有沒有人是想買 今年復刻的VS3 VS3 其實當初我會想買VS3的主音 是因為它是復刻的 我來聽看看 因為它等於是紀念款嘛 40週年的版本 對 就是有點像那個 991 20週年那個感覺 我可能也 我也會選VS3 因為VS3本身就是有帶一個這個紅色的logo嘛 然後斜色紅色嘛 在VS那四雙一套四雙裡面啊 因為全部加上小紅標嘛 VS3 我覺得應該是四雙裡面最適合的 因為它本身就有紅色的這個特點 對 有這個點綴的元素在 VS3加上小紅標之後 我覺得是完全無為了 我們幾個都有去排VS3嗎 對 對 沒事啦 就轉圈圈嘛 對 那因為那是我第一次排 要怎麼排 我就問我們製作人這樣 對 它有排這樣子 它當初比我還先進那個網站 我是三千多號 它是九千多號 很正常啊 這個就是 其實感覺也沒有差 概念是一樣的 就是有點隨機分號 其實這個就已經是日常了 對 因為對我來說是很新鮮的一個 體驗啦 對 現在在NB某些特定的型號後 真的是很難買 對 很難在第一時間買到 我們這次開箱影片啦 來的其實也算稍微有點晚了嘛 對 我們也沒有在第一時間 可以上這支開箱B3的影片嘛 那原因當然很簡單啊 我們就是沒有在第一時間買到啊 移進去然後看 收到然後 我打電話給製作人 會說 欸 它那個鞋賣完 所以是沒有人的意思嗎 對啊就沒有人 好吧 超級低氣啊這樣 美國官網它是有一個評論這樣 對對對 從一顆星到五顆星 對 我就看到其他五顆星 然後只有那個 VS3寫一顆星 然後兩個評論 我想說 是怎樣 有人在泡它是不是 然後我就點進去看 美國的鄉民朋友嘛 對 就兩個人評論嘛 然後都打一顆星 20年的NB老粉 他說他很討厭現在的模式都是 他想購入NB的鞋子 對 都只能靠轉售的 可能一些社團 或者是 那個 其實現在文化就是這樣啊 可是你要想喔 他是從 20年前就在買NB的人 對對對 那他當然會討厭你現在的模式這樣子 他沒有辦法很舒適購入NB的一個 這個道理有點像我們之前有一集 是那個 世民哥 來跟我們討論Dunk 多年前跟現在的三胎嘛 對對對 大概也是一樣的意思 對就是一樣的意思 後面還打說 他覺得當NB的粉絲很可憐 所以 都來當Nike的粉絲啊 當Nike的粉絲更可憐啦 更可憐 什麼三千多號 連號都沒有 多少人在搶 他就是沒人買Nike 買Nike還是知道了 我就是要酸 對 就跟台灣像很多酸 我就是要酸 很好笑 我那時候看起來很好笑 那因為我們自己 就是手邊有一個這個是 舊版的嘛 那這個是19年的時候 在Joyce Outlet購入的嘛 那我們現在就剛好可以來比對一下 今年初的OG版本呢 跟舊款的 到底有沒有什麼差異齁 雖然說這雙我們是比較 之前兩三年前的買的嘛 那可是 穿的次數其實沒有到很多 就他這雙其實還算蠻新的 所以這樣子比對 應該還是有點公正性在 那看起來的話 今年這個版本呢 確實好像真的有比較淺一點點 這個就真的是比較冷灰 看得出來他這個中底 就是這一塊 對 差最多 這個應該是差最多的 開這一雙的時候 我拿出來 其實看到他的底 我是有一點shock 這個顏色是對的嗎 有點死灰的感覺 塑膠感好像比較重一點 稍微重一點點 有小扎心啦 對 就是看到的時候 有一點小扎心這樣子 那你不要不然我啊 這時候我可以啊 喔 沒關係沒關係 我可以 這個我可以 對對對 這個網布好像又更密了一點 這個拍應該拍不太出來 因為它是蠻細微的 舊版的網布 它的網洞比較大一點 然後今年復刻的版本呢 它的網洞比較小一點 請問NB阿元在嗎 我們這邊是那個 台灣啟示錄 想要找他做一集自傳 什麼 台灣啟示錄幹 出的一些V3聯名 對 你有沒有特別想購入哪一雙 或者是已經購入哪一雙 今年齁 其實好像真的出了蠻多雙 蠻多的 真的蠻多的 我們現在回顧一下的話 今年有BOTECA 然後還有KISS KISS出了兩雙嘛 一個深藍 一個鐵灰 還有Levice 因為這個算是我們 今年V3的第二支影片嘛 我們前面有拍過一支V3的 算是最前導的影片嘛 對不對 BOTECA跟深藍色的KISS已經發售了 那兩雙當初都是被我嫌棄的 然後深藍色的KISS那一雙呢 它竟然把V3最關鍵之一的 魚鱗的鞋舌給拿掉 對 但是不好意思 我最後買的那一雙 我深藍那一雙是 我就是後來看一看 真的覺得還不錯啦 對 因為我個人是比較喜歡素一點的嘛 阿倫阿 那你到底為什麼這麼喜歡V3 那個感覺對我來說 就像 看到某個妹 可以這樣比喻嗎 我看每個妹都很喜歡阿 越看越久你覺得 哇幹 這個很正 其實V4我有購入一耍 我後面會覺得沒有到那麼好看 V3 V色型其實算蠻接近的耶 所以其實我那時候購入 我才覺得說 好像V3更好看一點 我有稍微去跟99192那系列去做對 我發現99192不太喜歡它的是 它的層次感有點太多了 993他們用的那個拼接感還蠻多的 比較重一點 就是它的底雖然是 可能也是在這種流線過來 然後前面是白 但是它的中間有弄一層 對對對 然後後面上面這邊又弄好幾層這樣子 所以對我來說它的層次感有一點 可能有點太複雜 我眼睛直觀了齁 我就是覺得 這雙它的流線感 然後它的層次也不會太重 很舒適 你看得很細耶 不像我就是世俗 991買 99買 99買 自己探討說為什麼我會 我會對V3情有不一樣 藝術家的氣息就是不一樣 看了地方就跟我們常人就是不一樣 我們就是世俗耶 那至於開箱完之後呢 這集影片 到底推不推呢 這一定推吧 這雙那時候我記得我有問他 因為他平常是買 比如說Converse那些嘛 而且Converse 他很狗語啊 真的說一句 Converse怎樣 聽說他有Converse啊 不低於6000塊啊 所以我那時候就問他 這雙出來 8000多你會買 不猶豫他說會 我說他1萬了 他說也會 因為畢竟如果真的到80001萬 平常沒有什麼在 比較沒有那麼愛買的球器的人 可能好像有點貴耶 就真的有愛啦 真的蠻愛他耶 反正沒有什麼不推的啦 我們基本上開箱 推推推 好 那現在我們就說 那今天的開箱影片就到這邊囉 掰掰 掰掰 把他擺測 先說把他擺測 正而不好看 結尾就是 你問我的 好我問你 我問你 我要怎麼問你 欸他不是說擺測嗎 對對對 擺測 直接給我破壞 所以你 你沒有被人裡面 各位觀眾 耶 我們 11月2728會在一個 台灣我覺得算是非常盛大的一個活動 一年 一年兩度 對一年兩度沒錯 才是年底的重要活動 就是秋千世紀 前一次是3月份的時候 我們那時候也要去拍攝 那這一次我們就是決定 直接在現場辦一個time wait 上天還會帶一些 可能後面的鞋款啊 或者是我們平常有介紹的鞋款 我們都會帶去現場賣 親民腿說 他現場的檔殼 就隨便賣了 只要敢出價 對 兩千級標 但是沒有標到一萬 是不會買的 哈哈哈哈 就是我們現場會有一些活動跟互動 那一定有相對性的折扣 只是在我們平常在購買上面 是不會有的 記得要來喔 謝謝爸 我們回家休息一下 掰掰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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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